其實這個個案是蠻有趣的 牽涉到除了房子那麼大 有些定情信物 簡單到是一個公仔 複雜到有些手飾 當然不是很名貴的手飾 但都是值錢的,金器那些東西 屋裏面任何一件物品 這件是我買的,那件是我生日送給你的 這件是我媽送給你的 這件事是怎樣計算的 這件事有點像是看剛才的問題 都是看當時的意向是怎樣 在甚麼情況下給這件事 我自己的看法是 當時很明顯是想哄女生開心的 送禮物的或者生日送禮物 我覺得是一個完成的規贈 如果完成了一個規贈 而且我想很少人在送禮物那一刻 已經說明你將來要嫁給我 所以我覺得可以拿回的機會 我覺得不是那麼大 當然還要看看那件物品的價值有多大 對比宋政一方的資產又如何 所以在法律上考慮很多東西 來推敲原意是甚麼 究竟我是想無條件送給你 完成了的規贈 還是有些前提 或者大家的意向是預期某些事發生 尤其是會一起結婚 頂一需要旁邊的 請問一請聽聽看 《名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